4月25日,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分论坛资金融通分论坛在北京举行 中国财政部部长刘坤表示,多元、包容、可持续的一带一路融资体系已初步建立 刘坤表示,长期稳定可持续的融资安排是共建一带一路的一项长期任务 中国财政部将与各方加强合作,共同建设高质量、高标准的可持续融资体系 我们将构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融资政策框架,高标准开展项目融资 落实好28个国家的财政部门共同核准的一带一路融资指导原则 以世界银行共同研究一带一路项目的环境和社会标准 发挥好中方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八家多边开发机构 共同设立了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作用 支持高质量项目准备和能力建设 鼓励各方将遵循国际通行规则 适应发展中国家实际需要遵循市场规律三则有机统一 把高质量、高标准、可负担、可持续等原则 贯彻到一带一路融资实践中 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易刚表示 资金融通是一带一路行稳致远的保障 构建开放、市场导向的投融资体系 能够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高质量发展 过去两年围绕金融支持一带一路建设工作 资金支持体系不断健全 金融服务不断完善 国际合作全面深化 能力建设深入推进 绿色发展理念实现先行 据统计 中国金融机构为一带一路的建设 提供的资金超过了4400亿美元 其中金融机构自主开展的 人民币海外基金业务 规模超过了3200亿人民币 中国的资本市场为相关企业 提供的股权融资 超过了5000亿人民币 沿线国家和企业 在中国境内发行的熊猫债 超过了650亿人民币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 在主旨演讲中说 基础设施和金融的互联互通 是相伴而行的 中国财政部公布一带一路倡议 债务可持续性框架 正是朝着正确的方向 迈出了令人欢迎的一步 更加密切的货币 可以降低货币 更加密切的货币 让货币基金织维持维持 货币和新的职业 这一定是在中国的情况下 更加密切的金融市场 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 在金融服务方面独具优势 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 做出积极贡献 olla的香港货币 组织的组织